小子 还敢出来买东西 老东西 起来 老头 我八大锤走南闯北 功夫剑多了 你这是什么拳法 拳是用来打倭寇的 现在用来打狗 老头 我看你可怜 今天就还你一个拳石吧 来 爷爷 爷爷 老头 老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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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道士 你怎么会少人淋腿宫 算你有眼 今天我就打你个明白 上 看着爷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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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我 小妮 你俩子走啊 老大 老大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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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好 抓门给你做 我不是仙爷所店 我绝不想起你有这么好的功夫 我要拜你为师 来 吃啊 有三脚在 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师父 哎呀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谁跟你什么关系 这 这 你的徒弟就是我的徒弟啊 我的徒弟就是你的徒弟啊 大口 啊 赶快开头啊 哦哦哦哦 师父在上 可以 你这不是坑我吗 嗯 那是我 你要是不收我 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włz 哎 你就答应她吧 我这 好吧 快快快快快快 快 师父在上 请收弟子 一拜 二拜 哈哈 再拜 行了行了 行 行了 行 行了 行 行了 来来来 见过师父 见过师父 快走快走快走 小和尚 我也敬你一杯 爷爷 我这 哎呀 你别客气了 这个酒啊 你一定得喝了个 来来来 我不能破戒呀 你不是已经破过戒了吗 不不不 哎 爷爷 我替他喝吧 不不 这是爷爷敬坛制的 你不能喝 小和尚 你要是对小妮一片真心的话 这个酒你就该喝了他 来来来 喝吧 喝 来 来来来来 哎 好好好 喝喝 爷爷 你别让他喝了 他不会喝酒 你别难为他了 好好好 小妮啊 你带他去歇着去 去吧 爷爷 什么酒啊 这么大劲儿 你就别多问了 吃了吗 吃饭吃饭 好好好 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喝酒 吃饭吃饭 哎呀 来来来 给您倒上 哎 潭智 你怎么了 啊 我先喝水 啊 给 水来了 啊 啊 哎 哎 您倒上吗 我 啊 嗯 啊 啊 哎 啊啊 啊 你好点吗 啊 啊 水 啊啊 啊啊 啊 我啊 啊啊 啊 我会是燥热 我渴 啊 啊 啊 给 你再喝点 我明白了师父 这所谓阴阳之道嘛 男人围阳如火 什么叫火呢 干柴上浇点油 一点着了 那就叫火了 女人围阴如木 这木一旦遇上了火 那就叫阴阳合合了 师父 你这一会儿火一会儿油 一会儿木的 我听不懂 你当然听不懂了 这是天书上说的 天书 刚才爷爷给弹志喝的那碗酒 那是路边酒 就是给弹志祝火的 浇在小妮这把干柴上 能不着吗 那他们现在一定忘得很 嗯 忘得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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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喝水喝水喝水 哦 嗯 多喝点啊 你别着了火 你看 咱琴 来 看 唐 ifi 在这会儿 呀 小心 咱们 你怎么 走 咱们 zm 可找我了 小妮 哎 哎 弹智 哦 别再犯傻了 嗯 不是 哎 不行了 哎 不行了 不行了 哎 不行了 哎 不行了 哎 不行了 弹智 弹智 哎 哎 弹智 哎 弹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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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智 哇 好点吗 啊 还是凉水管用啊 哼 我怎么也觉得浑身发热啊 哎 你也进来待会儿 嗯 管用 我有我的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 哎 喂喂喂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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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子 哎 哎 小娘子 哎 哎 小娘子 哎 还记得我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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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去 滚 优优独播剧场 快走 别盯了 先捡一会儿吧 好 我把它盯了 等一等我走了 管风下雨 好 坦志 坦志 不好了 你看 我去告诉爷爷 小妮 坦志 你快想想办法吧 三角 咱们一起走 去南少林 兄弟 这里就不用替我担心了 我已经想好了 就在这儿飞云观 一是隐姓埋名 了此残生算了 你可想好了 我本来就是个 凡俗的命 过不了清修 也吃不了斋 本来就是个浪荡公子 可偏偏让我顿入空门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别对你可以不要 其人的深仇大恨 你也不报了 其实这个 我也想好了 家仇国恨 靠我三角是南报了 这一切都要靠兄弟 你呀 好吧 严格有志 那就分道扬镳吧 事不宜迟 越快越好 我这叫下山替你打探消息去 有消息 我通知你 我这叫下山替你打探消息去 我这叫下山替你打探消息去 黄宗容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为什么 向子 你坐吧 黄已经清绝一尽了 今生今世 就知道是陌路人了 黄宗容 你真的不肯还送跟我回去 黄宗容 你真的不肯还送跟我回去 你就忍心抛下我吗 黄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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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 黄宗容 我惹不住了佟大宝这个恶国 我们就永远不见 师父 黄宗容 是谁 官乡子又是谁 这并不重要 只是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竟然和他们如此的相似 师父 法正 小妮她 法正 小妮 小妮怎么了 小妮她走了 小妮 小妮 鼓努 straeste 小妮 主任 猪事有因 渊猿未盗 的 我从何來 师父 你把我干起来 我要苦老恋悟 杀同大宝 可哀悲 可添 诗主请 早就听说紫云安的宋子观音很灵验 这次我是慕名而来 如此看来 九夫人是想求赐一个贵子了 就是不知道这儿的观音灵不灵 有道是心诚则灵 今时为开 就看施主的诚意如何 九夫人既然远道而来 这心意还不够成吗 师太 这是王大人让妾身捐给紫云安的香获情 那这太丰厚了吧 不成敬意 请 请 九夫人放心 平泥日后一定为九夫人祈祷 求菩萨保佑 早得贵子 多谢师太美意 既然如此 让这请安理念祈祷拜一下吧 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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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什么特别 不过 尽心祈祷 不要做让菩萨不高兴的事情 我是替你着急啊 生儿育女 是命中注定的事 施主晋级不宜 师太 外面有人晕倒了 我们已经把他扶进来了 九夫人 失礼失礼 人命观天 我先去看一下 法师 等下我再替你做 小心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快 快把他扶到客房去 快 骂他 真可恶 这道臭骨居然还能认出来 你刚才你真的没有看错 不会错 他就是那个 就七少政的老猎户的孙女 真是天助我眼 看来 他来这儿与七少政有关 这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有了这女子 有了这女子 我们还愁抓不着七少政 现当今是要先找到血书 对了 我们应该用火烧法 火烧法 对 像你我这么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如在烂塘里放把火 不怕他烧不出血书来 可是那个老尼姑不好对付 看我的 老尼姑娘 长老 他不要紧吧 从病相看 是急火上身 热风内感 调上几副药 就会好的 但从病里推 这个孩子啊 品性过吃 情迷心窍 药像真好 恐怕心病 还要心要治啊 长老 您会医心病 真是神仙 这治疗心病的秘方 你听着 宽大心一凉 爱修养时分是非 少许请礼两包 明摆为瘾 在厚道锅里煮过 再同耐心和等待同瘾 这心病啊 就治好了 来 慢慢的起来 吃点药 小妮 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嗯 你先歇着啊 师太怎么知道我叫小妮的 刚才善通长老早就来过了 师太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啊 我们跟南少林啊 本来就是一家 那我求求你 不要告诉谭治我在这儿好吗 这我可做不到 也许现在 善通长老已经告诉法政了 那您让我出家吧 哎哟小妮 来来来 快起来 快起来 师父 不好了 大殿着火了 快去 啊 你们快救火 咱们快拿水 你们快救火 来 快拿水啊 快点啊 快 来 快 快 快搬水 水 马洪 您快 别 European 快 快 救火呀 不 这 你来 师太 大 来 打开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 走 等等 我们先找七少镇 找到七少镇 不愁找不到血树 走 走 师太 您就收我为弟子吧 怎么 年纪轻轻就想出家 我看你心里 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吧 可不能凭一时冲动 就顿入佛门 即使这样 也不能解脱你内心的烦恼 师太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是真心皈依佛祖的 小妮 你告诉我 什么事情把你逼得 非要出家不可呢 师太 你就留下我吧 小妮 你爬山涉水 历经艰险来到南少林 就是为了出家 我 我知道 你跟法正要是没有一段 生生死死的感情 是绝不会这样的 师太 我明白 探知他是为了杀佟大宝 为了被少林 和为自己的亲人报仇 他是怕连累我 小妮啊 你说得对 法正他胸怀大志 他如果不杀佟大宝 他是绝不会回头的 你没有看错人 法正是爱小妮的 可他为什么要抛弃他呢 他和另外一个男人 可真是相似啊 师太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呀 你跟另外一个女人 都一样 你跟她的遭遇 竟然如此相似 你说的痴情女子是谁啊 小妮啊 你还有药没有吃吧 等你吃完了 我再给你讲不迟啊 药我已经吃完了 还有什么药啊 你问问善通长老 为你专开了庙方一计 若兰 是什么来着 宽大心一两 静养时分 是非少许 请礼两包 明白为瘾 厚到锅里煮 与耐心等待两味同服 你的病啊 就可以痊愈了 世上还有这种药吗 有 小妮 人们只知道 金木石草之药 可是 还有一种新药 就是专门治人心病的 师太 小妮 来来来 你先歇着 等你病好了 我再给你讲那个故事 师太 要让我慢慢来俘 还是先讲讲那个故事吧 她就是江南侠客 关锦棚的独生女 关湘子 二十年前 她和江南少年 黄从荣献后 黄从荣心肠狭义 为人豪爽 关湘子深深地爱她 没想到 两人短短地相处 却相知深深 黄从荣将自己的传家之宝 断玉剑赠给关湘子 作为定情之物 正当黄从荣和关湘子 练琴日深之时 突然有一天 从武林当中来一位侠客 叫孟思杰找上门来 谁也没有想到 孟思杰说关湘子 孟思杰说关湘子是他指负为婚的未婚妻 指责黄从荣不该横刀夺爱 要以他一笔高低 黄从荣 难道你想退出了 孟思杰 对你的北腿功夫 我早已如雷冠儿了 今天我想亲自领教一下孟兄的北腿厉害 万万没有想到 两位年轻气盛的南北侠客 不打不相识 居然成了默逆之交 他恨两个男人把他作为礼物 退来让去私下做了交易 交易 什么交易啊 当时武林出了个败类 他叫佟大宝 此梦为非作歹 滥杀江湖一世 把江南武林搞得一片血雨腥风 乌烟瘴气 莫非就是那个毁了北少林的佟大宝 对 就是他 孟思杰和黄从荣相约 谁先除掉佟大宝 关乡子就属于谁 这两个男人真豪气 佟大宝在武夷山隐居了九年 练就了一身阴阳武毒长 这种功夫十分的恶毒 关乡子想阻止他们去拼命 可是两个男人全然不听 结果佟大宝未出 二人几乎命丧荒泉 幸亏他们双剑合并 联手男拳北腿 才逃出了圣铁 黄从荣 你这是请了何处高手来对付我 这位就是明镇江北中州的北腿王 孟思杰 北腿王 谁疯的 佟大宝 你为了独霸武林投霸交易 真是不择手段 你的罪行不仅江南 就连江北也都传遍了 你毒害武当掌门勒死龙虎道长 你还设下圈套收买叛徒 杀害南权太斗 数百名无辜者 被你残害江南武林 被你搅得一片血雨兴风 你的罪恶庆祝难输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哈哈哈哈 集语上说我可以年过百岁 不过明年的今日我定会来此处为你们二位 多撒些纸钱 少废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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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ず lớp 松楼 松楼 打开 你 松楼 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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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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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丛容 你箱子 来 别生那么多话 喝点水 你 丛容 丛容 你怎么了 孟四杰 孟四杰 你要去哪儿 你回来 孟四杰后来又怎么样呢 官乡自以为孟四杰因为那句话不辞而别 没想到他再回去找佟大宝拼命 他这样做 无非就是为了以一死来报知己 是 奄奄待毙的孟四杰后来被北少林的方丈所救 从此出家 归翼佛门 两个都是至秦之圣的豪请男儿 官乡子岂不是很幸福 官乡子后来才明白 他这样做 是为了成全她和黄丛荣 是观香子始料不及的事 那个黄丛荣 竟然以朋友情义为重 不愿落下横刀夺爱的名声 竟然抛弃自己的心上人 这是为什么 她根本不顾观香子的感情 反说因为和孟四杰有言在先 不杀佟大宝 绝不娶观香子 从此 在福建南少林 出家为僧 这黄丛荣 真傻得太可爱了 那观香子呢 他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观香子知道黄丛荣在南少林 他千里迢迢跑到南少林来找他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黄丛荣已经受戒辟度 观香子万念俱灰 他一气之下 也在九连山下 当了逆宫 只有这样的事 但是观香子真是太痴情了 你和观香子 真是太相似了 哦 这回我算明白了 那个观香子 就是师太您自己 真的是师太 师弟啊 咱们好久没有对异了 我急性不佳 放松点吧 别太执着了 你总是话中有话呀 师弟啊 我听说 你叫人把法证关起来了 你眼睛不亮 耳朵倒挺尖呢 这就叫耳听拔方吧 师弟 你先走 你先走 师弟啊 你是不是 对他要求的太严苛了 是吗 师弟的求道方法 善通是不敢苟同的 好 我知道师兄想说什么 求道心计目 心成其道 要想成正果 做道心不乱 看见道路忘了山 虽然清静 而看见山忘了道路的人 即使在山中 那又能怎样呢 你不是在说我吧 其实你和法证是一回事啊 我怎么能跟他是一回事呢 师弟啊 你是不是想让法证跟你走一条路呢 看看 看看露出马脚了吧 其实啊 我早就想说说你和惠玉师妹的事了 别再说这事了 你不让别人说 其实是你自己不敢说 好 那就让我替你说出来又有何妨呢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被这一烦恼所缠绕啊 出家人四大皆空 又何谈烦恼 你不要嘴硬 你对官乡子的藕断丝连 这算不算烦恼呢 你成天给弟子们讲超脱 让他们顿悟 你自己却固扰就绕 谈何超脱 师兄 你说的不对 师弟还会生气 仍然是俗人啊 俗人是人 出家人也是人 只怪师弟自己心有遗失 才越是走不出来了 师兄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唉 我真有点担心啊 你担心什么 其实我不说 师弟也会明白 我明白什么呀 我知道 师弟对法政关怀备至 经过一番观察 你对他很赏识啊 我这么做 难道不对吗 对 法政毕竟是 名将之后 是武林中少见的动量之才 无论放在何处 他都必将成为大企 师兄 你说的对极了 嗯 爱乌及乌乌情理之中 如果师弟真的爱他 就不能让他再走你的老路啊 哎 师兄 你有完没完啊 师弟 你深知其中深浅 要打开法政心结的人 唯有师弟是最合适的 师兄 你下棋就是下棋 你老节外生枝 你还不赶快看你的棋 不然一会儿你可全军覆没了 师弟 只因你心有迷失 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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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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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三角 法能 哎 法静 哎 哪儿去了 哎 法静 哎 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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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出家的事你听说了吗 什么 小妮要出家 是啊 她是被法政气糊涂了 出家那是一了百了 不行 不能让小妮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小妮出家 我跟你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不想听你说这样的事情 哎 哎哎 哎 你别走 你去哪儿啊 我要告诉法政师兄 哎 师父派了不少师兄 守着达摩洞 你干嘛进不去啊 我就不信我闯不进去 哎哎哎哎哎 我就知道你心里只有法政师兄 我就是喜欢法政 哎 人家已经用心上人了 我们俩才是天生一对嘛 让开 哎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不当和尚了 一块下山还俗去嘛 那你还是上方丈那儿去告发我吧 哎哎哎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嘛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法明嘴巴缺德 可心眼挺好的 躲开 哎哎哎哎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啊 你刚才和法静嘀嘀咕咕说什么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什么也没说 真的没有啊 没有啊 嗯 我看你是不想说了 我说什么呀 来吧你 哎哎 说不说 要我说什么呀 你再说一遍 我能你别趁机报复啊 我说了怕吓着你们 说话呀 到底说不说 哎哎哎 其实这件事跟我们几个没多大关系 小妮要出家了 啊 我是听乌凡说的 乌凡是听若兰说的 哎 我可不是瞎编的啊 哎你说什么 小妮要出家 是啊 哎小妮出家的事 反正知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师父 师父 哎 师父 什么事啊 我刚才去了紫云安 那些妮姑不让我进去 听他们说 小妮要出家 嗯 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听到 那 那 眼睁睁的看着小妮出家 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爷爷啊 这 那是法证对不起爷爷啊 那小妮要出家 法证都不着急 你急什么呀 小妮与其这么痛苦 不如让她出家算 哎 师父 这算什么话 要是小妮真出家了 我非杀了法证不可 哎 哎大汉 你可不能乱来啊 为了小妮 我什么都不在乎 哎 大汉 大汉 三角 我们这该怎么办 哎 要想成全法证和小妮呢 如果请一个人出来 我看 或许能扭转乾坤 请个人 请谁啊 哼 你们自己好好误去吧 你是说师太 嗯 嗯 你们想想看 讲人情 师父会答应 哎 如果请师太出马 嘿 师父 他肯不买账吗 哎 可是我们不讨师太喜欢 怎么能把他请出来呢 哎 对啊 嗯 你们就不会拖拖关系 走走门子 拖关系 走门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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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快走 走啊 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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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师父 嗯 你是在探讨龙泉精药吗 是的师父 你真的能够摒起一切杂念 潜心研究禅力和武功 师父 弟子把一切都想过了 为了肩负的使命 我只能负了小匿 近世的陈元 只有来世在续了 弟子决定痛断陈念 一心就学禅武真谛 我说了 我说了方丈不在你还偏要进来 武凡 你告诉我方丈他去哪了 我说过了我真不知道 武凡 武凡 就算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方丈他到底去哪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知道了 也不告诉你 谁让你骂我是老和尚生的呢 我看啊 你就是老和尚生的 你 有种的你回来 我回来又怎么样 我我告诉你 不是师父管法证 是法证自己管自己的 这是真的 不信 你自己去问他吧 原来是这样 不行 我得去找他说清楚 我看他们都是傻乎乎的 武凡师兄 我有话跟你说啊 你们想说什么 我武凡可不收人马屁 武凡师兄啊 我看你绝对不是那种 对朋友不够易嘴 那当然 那你师父现在被关了禁闭 你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我师父 谁是我师父 法证教你北腿功夫 理所当然就是你师父了 古人云 受人以术 毁人以术 那就是师父啊 哎呀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哎呀 咱先放下师父不说 先说你师娘吧 我师娘 哎 就是那个小妞啊 哦 听说她生的好漂亮 哎 只可惜啊 这么漂亮的师娘 就要落发为泥了 他为什么出家做泥姑呢 这就要问你师父了 哎 怎么在紫云庵出家的 都是些又漂亮又可怜的女孩呢 难道真是红颜薄命 哎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 还是先救你师娘吧 救了你师娘就等于是救了你师父 哎 哎 女人要出家肯定是点男人死了心了 谁又能救得了他们呢 哎 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只有你才能救他们呢 你们为什么要救他 哎 我们是想成全你师娘和你师父啊 成全他们 哦 哎 哎 你们是想让慧与师太 让师娘还俗 与师父团聚 善哉善哉 师兄的悟性实在是太多 我办不到 哎哎哎哎哎 吴凡师兄啊 你这可是做功德嘛 方丈都怕师太气氛 他那儿哪儿有我说话的份啊 师兄这件事全靠你了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师太这个人脾气太古怪 我说不上话呀 哎哎 你说不上话 还有一个人能说上话呀 谁 你的先好洛兰呢 那你胡说 我我悟凡是佛家子弟 心中除了有佛 对女人绝无一丝牵挂 有本事 你们自己找他去吧 哎哎哎 悟凡师兄他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何必当真哪 哎 你别一口一个师兄的 安在南少林寺出家的辈分和时间上 我啊 还是你师父呢 啊 啊 啊 误凡师父啊 嗯 站住 师兄 我找法证师兄就说一句话 不行 怎么 你不过学摔教术吗 可 可这是师父的命令啊 没有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去见法证啊 我速去速回 师父他不会知道的 这这哎呀 多谢各位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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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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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师兄 你让我找得好苦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从大师兄那里 听到了你很多的事情 我很佩服你 也很敬重你 可是你现在的做法 我想不通 许多人因为我而死 姑父 姑母 旨意禅师 还有北少林的兄弟们 还有爷爷 为了他们 我这点牺牲 又算什么 师兄 师兄 发精 你回去吧 师兄 可是小妮 我只有对不起她 小妮她要出家 什么 小妮要出家 是的 她现在就在紫园 求师太为她削发为民 小妮 小妮 这是为什么 小妮 你不能这样做呀 你不能这样做呀 师兄 这是牺牲 牺牲 可她牺牲的太多了 可她牺牲的太多了 师兄 师兄 法灯 你想去就去 但人生难得圆满 不免会留下太多遗憾 小妮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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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对不起 我 你 我不能扮兔而废 快到了 就这儿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再走后门才能进去 尼古湾还有后门呢 这你也不懂 越是难办的事 越得走后门 我进南少林寺 就是走到后门 你们在这儿耐心的等着 我叫你们进去 你们才能进去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先进去 好好好 等着等着 来 谁啊 你猜猜 讨厌 看你们往哪跑 姐姐别生气 我把姐姐当成了若兰 我把姐姐当成了若兰 怎么 你还想欺负若兰妹妹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不是的 我找若兰是为了见师太 你们这些和尚老是想占尼姑的便宜 看你年纪轻轻的 也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血仙居然动到师太头上来了 我告诉你 若兰是个杀不可辱 你在这样 别怪我不客气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小和尚的那几下子 怎么样 怎么回事啊 进去很久了还没出来 对啊 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走走走 去看一下吧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我就是不讲理了 这是有其师必有其同 你干嘛师太 让你过来找人 你怎么打起来了 什么都没空 快来帮忙啊 有什么好想的 师妹们 他们怎么是好人 快点过来帮忙 来啊 好了啊 你受不了啊 还服 hace 我 你这是 你走 不要弄 跟我奉 lord 快 这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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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快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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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 快点快 快点快点 大伙子 看起来啦 住手 师太来了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物凡 来来来 走 师太问话呢 师太 是这么回事 有个叫小妞儿的女子 在你们紫云安出家 其实啊 她是法正的老婆 看不出小小年纪 知道的事还不少啊 那当然了 我还知道不少呢 法正是偷看人家洗澡 采取小妮做老婆 别说 让你来这儿是说正经事的 对啊 说那些干什么 对 师太 师太 我今天来啊 不过也别的 只想求个情 求师太您 千万不要让小妮学法出家呀 对 这些话是谁让你来说的 我是受人所托呀 要是法正说的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师太 要是别人说的 那就算了 师太 法正师父正被方丈关着 他如何能来说话呀 袁赵 袁赵 你做事也太过分了 走走走 这下很有好心 这个我 老和尚大战老泥工 这下南少林可热闹了 师太还没答应小妮的事呢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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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发静 小妮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我要告诉你 发生她比你更痛苦 原来我以为 她对你无情无义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的绝对不是 要完成和实现她的使命 是需要非常强的意志力 要克服对感情的丝毫懦弱 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不 你让我把话说完吧 设身处地地想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可是 发生对你的爱是不容置疑的 面对着佟大宝 就意味着 面临着死亡和危险 她之所以拒绝你 就是因为 她不想把死亡和危险 带给你 她对你的这种爱 才是人世间的大爱至爱 想你 我理解法政师兄 他这样做是对的 人有些时候 是要做出一些牺牲 我和你 都一样 好了 别说了 不管法政怎么对我 我对他的感情始终如意 我在紫云安出家 就是为了断了他的念头 我为他都死过一回了 难道还有什么割舍不了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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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冷静点 冷静点 我冷静得了吗 二十年前你害我 现在你又害别人 师妹 你能不能不再提内心 陈年就是了 我要说 为了两个孩子 我更要说 那好 你先听我说 行了 你什么都不要讲了 你就痛快地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处置法证 这件事啊 取决法证他自己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送法证和小妮 还速回乡 还速回乡 你知道吗 佟大宝已经布下了 天罗帝王 法证 他能往哪儿跑啊 那我现在就让小妮和法证 在紫云安成为夫妻 紫云安能容纳和尚 别说气话了 当然 从我内心讲 法证的确是一个可塑之财 所以 所以你才这样对他 我这是受制衣制托啊 我不能再对不起制衣了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制衣 难道只有毁了小妮和法证的感情 才能对得起制衣吗 师妹 你先回去照顾小妮 法证这边的事呢 你相信我一定能处理好 怎么 你又要赶我走 分明是做贼心虚了吧 你看 我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那好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法证 我要亲自问问他 这个 你就别装模作样的了 他现在不是已经关在达摩堂了吗 你怎么知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好个物分 师妹 师太已经答应说服师父 放你还俗 可你还这么死心塌地呢 我看你是啥这肉犯了 我不用谁来帮我 法证 你真的忍心毁了小妮一生幸福吗 我已经心如止水 我才不相信你真的心如止水呢 我 我真上一刀宰了你 闭嘴 我们走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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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 法证 你知不知道你师父身边 一直深藏着这把断剑 师妹 在他的上面 留下了一段难以忘还的血泪悲情 别说了 怎么 你不敢面对 你自己失去了一切 还对你的弟子如此苛刻 黄丛容 你也太无情了 黄丛容 对 他就是你的原诏师父 我这样做 也正是为了法证 法证 你师父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相信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与师父无关 这是你的心里话 他生生要拆散你和小妮 这能说是为了你好 你有没有想到 小妮为寻找你 吃了多少苦 这件事 是我负了小妮 您不要责怪师父 要责怪 还是责怪我吧 说得轻松 小妮为你付出了一切 你就这样报答他 法证啊 我没想到你和你师父一样 都是懦夫 师妹 你不要再自寻烦恼了 凡事不可太执着 执着 那你呢 你不说 我替你说 你对官相子欠下了一辈子难以偿还的请债 你出家多年 你的内心如何平静 正是因为你内心太痛苦 你才以出家来逃避自己 佛门家 一切随缘吗 随缘 我心中是有陈念 可是出家人也是人 多少年来 感情说丢就能丢吗 这些天 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 我总想从过去中走出来 可是谁又能把那段往事忘得干干净净 袁照 你超脱了吗 你断物了吗 我 当年 是你亲手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现在 你又扼杀一对年轻人的感情 师太 师父对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对的 您这种做法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说我过分 法正 我要对师太无礼 好啊 法正 你是非不分 还敢指责我 我不敢指责师太 我只想劝您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用不着别人在这说三道四的 法正 好啊 袁照 你的弟子可真了不得 居然还嫌我说三道四 看来我是多余的 师妹 法正他年纪小 不懂事 童言无忌 你不能往心里去啊 师父 我不小了 是非好歹 我什么都懂 你懂什么 师弟 师妹 我是个瞎子 我就来说一些瞎话吧 有父子俩骑驴共同赶路 路上的人见了都说 这头驴真惨 这么小就拖了两个人 听到这话以后呢 儿子就让父亲骑在驴上 自己牵着走 走了一段 有人说 这个孩子好可怜哪 于是 父子俩就调换了一下 儿子骑驴 父亲牵驴 他就让他去 过了一会儿呢 又有人说 这个孩子真是不孝之词啊 为了不让人指责 父子俩决定 还是空着旅走 认为 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岂止又有人指责说 岂止又有人指责说 这两个人多傻呀 牵着头驴 却不齐 不等于自讨苦吃吗 你们说 这父子俩怎么做 我才对呢 法政 你以为 把自己关起来 就能解脱烦恼了吗 这是糊涂人都不做的事啊 可是你呀 现在还在做 师弟 你过去骑着驴 不对 难道现在你牵着驴 就对了吗 小妮 师太 师太 我求您让我出家吧 我愿意在这儿 守她一辈子 求菩萨保佑坦致 在南少林完成她的意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没想要 你不要 你还是要 我愿意在那儿 你不是 你发生了吗 你不是 我愿意在你 那儿 你不是 小妮 我希望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一旦顿入佛门 必须要受比丘尼戒 三百四十八条的戒柜 楚家人依戒法授持 才能正式成为僧尼的 我愿意受此戒 师太啊 给小妮受足戒三百四十八条 是不合适的 若兰提醒得对 此戒是不能随便乱守的 为什么 小妮 你今年有多大了 十九岁 年未满二十岁 是不能受戒的 为什么 现在就让你受此戒 恐怕你会忍受不了 僧尼的倾苦寂寞 和种种痛苦啊 师太我能忍受这一切的 小妮 你就听师太的 等你二十岁以后啊 再受不晚 华正 你还记得师父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出家人应清修正果 无论你愿意去还是愿意留 我都尊重你的意愿 现在你就给我一个回答吧 法正 你怎么不回答我 师父 弟子想好了 我仍然留在南少林为僧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我仍然留在南少林为僧 且师父 给弟子受比丘聚足迹 你真的愿意受此戒 弟子愿意 我怎么忘了 僧人年龄未满 不能受此戒 师父 弟子是自愿的 法正 你真心修炼 为是从心里为你高兴 现在 我解除对你的禁闭 法正 你罚什么呆啊 你知道你师父 为你做了些什么吗 这来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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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真心这样 爸 你们人 你们别拉我 别干什么呀 都是你 是你害的狗孽 都是你害的狗孽 你们放开我 你大汉 放开我 请我说呀 你们 你们给我看 大汉 你们给我看 你给我看 大汗 谭政 大汗 我瞧不起你 大汗 大黄 你要跟着我干什么 我对小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有本事你去找她 我是没办法 就让小妞回心转意了 有本事 你去劝劝去 道长啊 这些碎云你收下 谢谢道长 啊 谢谢啊 多谢二位施主 要知凶急事 请问看破天 小老大 你少来 你吹牛皮 哪有能看破天的人 小老大不再相信我 那我替你看看 我不看没有 我不相信你那套 我一眼就看穿了你 是你自己心里害怕 害怕 我害什么 你要真的看破天 我就服你了 小老大现在心里想什么事 无非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 你凭什么说我想的是男人和女人的事 酒色财气四堵墙 人人都在墙中藏 若能逃出墙外去 不是神仙是佛家 小老大 要我细说给你听吗 快说 你要说对了 这顶银子就归你 小老大 把你的手拿出来 让我看看你的长相 小老大 看长相 你眼下最着急的事 是自己的亲人 要在尼谷安出嫁 那 你怎么知道的 小老大 我说的话对不对 你会猜人心事 我还有话要送你 那你就快说 观其下 你上是德卦 下变得失卦 凡事有得有失 如今你是事不从心 得人相助难 扶去祸事来 什么意思 在你的兄弟中 必定有一个是祸星 祸星 他闯了杀身之祸 偷偷地藏在寺院中 我 我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小老大 我看你额头上黑云笼罩 必定有祸世藏身 这祸世 就是你那个兄弟给你带来的 什么祸世啊 你想想 如果你的兄弟中 有的是朝廷侵犯 他本人死罪难逃不说 还有阳气无辜 那有办法避开这祸世吗 书斩眉目黄金禄 举翼江山陷旧 吊在水中鱼未祸 死头忽见一明珠 什么意思 小老大 赶紧带着你的亲人逃命去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多谢您告知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乱咬人哪 大黄 你怎么随便乱咬人哪 我带你去见小弟 搜 大黄 快点 大黄 走 大黄 你听我说 你现在就到安里 找到小妮 你只要把她引到这儿来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行 小妮 大黄 去吧 大黄 去吧 小妮 我不是承认要骗你的 你不该为谭志出家 他不值得你喜欢 为了对得起爷爷 我有责任把你带回家去 你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嘛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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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小妮快走 走啊 大哥 怎么回事啊 小妮快走 别管我 我再让她走 大哥 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小妮 林大师主光临必死 您儿子就在那边 好说好说 在那边 好 谢谢 来 我们去上香吧 法明 谁谁谁啊 阿母 阿母 你怎么来了 法明 快让妈看看 听说这里边练功 很苦的了 不苦一点都不苦 今天干脆 跟妈回 回下去 走 走 我不跟你回去 哎 你看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谁啊 来来来 谁啊 不好意思 来呀 喂 这是你老婆啊 不是我老婆 这不是你老婆 这就是你老婆 快去吧 不是我老婆 不是他 不是他 他是不是 不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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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还愿 二来还有个请求 林施主有事尽管说 方丈 法明学武是不是用功 法明脑子聪明 只要认真 什么都难不住他 知子莫如父 我了解我的儿子 林施主 法明长进不小 方丈 你就别安慰我了 他德性如何 我太清楚了 他是您的儿子 知子莫如父 我们还是说正事 今天啊 我想 带法明回家 还俗 成亲 原来如此 今天我拜佛还愿 特地请莲花班来唱戏 请方丈派人把他们接上山来 阿弥陀佛 你好 太智 姐姐 太智 她现在改了法号 叫法正 法正 挺好的 红莲姐姐 红莲姐姐 算长啊 你不要叫她红莲姐姐了 她现在是我们莲花班的班主 你该叫她干妈 干妈 这样你可以收我做足的了 这个问题啊 你要问问姐妹们 答不答应收你为主 那是肯定会答应的 那也不一定 老婆姐姐 最近在哪发财啊 哎呀 你还有心惦记着我们啊 你看我这心里别提的多惦记你们了 我看呀 你惦记我们是假 惦记红莲是真的 天地良心哪 如果我三脚有半句假话 明天你就被狼吃掉 兄弟啊 为什么瘦了这么多 没事 我帮她干活去了啊 三角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过来过来过来 这个最近她要抛弃她的救命恩妻 所以她没脸见人哪 恩妻 就是那个红头疼吧 可不是嘛 她性格真是刚烈啊 一气之下顿入空门了 真是世事无常 转眼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白脸姐姐 咱们赶快走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 把东西放下来 哎 坦志啊 今天晚上不如你跟我唱一出目归影打宴吧 姐姐 我是初家人 不能唱戏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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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你不 哎 我这兄弟啊 可真有点不仗义了 哎 不是一点不仗义 是非常不仗义 特别的不仗义 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不仗义 三角啊 我看是你不够仗义啊 哪有兄弟在背后说自己兄弟坏话的 哎 我这也是为他好啊 哎 看来今晚的戏啊 是唱不成了 哎 不会啊 还有我呀 我唱得也不错啊 哎呀 哎呀 你就算了吧 我给你唱一段呢 好了好了好了 姐妹们 快收拾东西啊 快 哎 来了 快点快点 嗯 嗯 嗯 陪我看戏去吧 去吧 外面在唱戏呢 你不去看看你洪传的姐姐拍盒 去 三角呢 这还用说去戏场一定能找到她 去吧 把他们都给我昏开 怎么不见红莲百合 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 我去后面看看有没有嫌疑人吗 是 方丈啊 福州提督王滕大人求见 法政 专心念经 告诉他 我一会儿就来 是 恐怕来者不善哪 请师兄继续主持法事 一定要看好法政 师弟请放心 方言 在 上走 法政 专心念经 好 袁赵大师 阿弥陀佛 大人突然驾到 老衲有失远迎 袁赵大师 多日未见 你还是这样荣光焕发 精神不老啊 大人见孝了 老衲日落西下一日不如一日啊 王某今日上山特有仪事相求 大人请讲 少林武僧荣兵抗击波寇屡剑齐功 王某甚是钦佩 今日奉命打造一批配剑 每人一把 大人 必死有数百人之多 这太破费了吧 少林武僧屡剑齐功 这点破费 算不了什么 那我就在这里 谢大人了 快 把东西收下 哎 方丈 且慢 我们不如把少林武僧集中起来 就在这里举行一个授剑仪式 王某这样做 一来是为了表彰少林武僧的功绩 二来 我也可以亲眼目睹他们的英姿风采呀 这好办 法师一完 我马上集中寺里的全部武僧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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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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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宝贝要打得太快了 好多啊 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 随便坐吧 好啊 好啊 哎 姐妹们是我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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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哥姐姐你好漂亮啊 哎 童脸姐姐 你来干嘛呀 我来看看你嘛 我好想你啊 哎 今晚唱你出来了 秋江啊 哎呀 怎么专心我不会唱的唱啊 你呀 有你的精不灭 跑到这儿来干嘛 你就不怕被你师父 住出世门啊 哎 我三脚 能怕谁啊 哎 鸿脸姐姐 不然我们唱一出 霜下山 怎么样 哼 好啊 你唱尼姑 我呀 唱和尚 哎呀 这个淡酒我不会唱啊 哎 可是我唱小和尚呢 倒是满和尚 我们唱戏的能干什么呀 哎呀 没你们的帮助 我们救不了他呀 到底救什么人啊 救法证啊 就是那个弹痣 你们救过他 怎么 他又出事了 哎 法证又怎么了 哎 你怎么在这里 哎呀 我看姐妹们难得来一趟 所以来看看他们吗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快说 我们能帮什么忙啊 对呀 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 哎 姐妹们是我 哎呀 我等了那么长的时间 你们这些人哪 哎 真是太不仗义 真没意思 嗯 余大哥 等今天唱完戏 我们给你白酒赔不试就是了 真的 就是啊 那还差不多 那天晚上是知府大人 他要过生日 我不管 那我们就说好了 今天散了戏之后呢 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喝酒 好好好 好好好 看余大哥这身打扮 好像是微服私房啊 哎 还是你聪明 本大人今天到这儿来就是 微服私房 哎 那是不是要抓什么朝廷亲犯呢 嗯 过来 我们这是一次秘密的行动 那个朝廷亲犯 就藏在对面的南少林寺上 我们已经发现他了 所以这次 我想他是插志爷 南非了 哎呀 好了余大人 您呀您先出去吧 我们就要上台了 啊 我在这等你们好吗 哎呀 那我就先下去太细了 嗯 姐妹们 情况紧急 马上奋斗行动 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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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伯多大人 原召这个老和尚在耍我们 再这么等下去 奇召证会逃走的 那你说怎么办 美方辩故 缘让人包围寺院 先从大殿开始 搜查奇召证 好 给我搜 是 金大帝 走 走啊 走啊 来人 把大帝给我包围起来 一个也不去跑 上 把这些人拦住 快 把他们拦住 快拦住 都围起来 围起来 都围起来 抓起来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快抓起来 快抓起来 你给我抓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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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不可冲队 把人都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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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放走七少政 清大人再忍耐忍 法事马上就完 哪来那么多唱戏的 都是灵大师如起来的客人 这 来人 把和尚都给我抓起来 其他人都轰出去 快抓起来 快抓起来 都抓起来 站住 大人 这是我儿媳妇 儿媳妇 是啊是啊没错 走吧 站住 走吧 我在那边 大人干嘛呀 就是那 走啊 快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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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啊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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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老纳把寺院的武僧召集齐了 这寿剑仪式还要举行吗 这个当然要举行 不过我发现 在武僧里面一定少了我要找的那两个人 大人原来不是为了寿剑来的